二七五八號那個決議案當時是通過之後 他現在他這樣子引用 他引用的這個結果 他說現在我們要聲援 其他其他的國家要來這個聲援我們 那帶頭的就應該是美國 就是美國的國會 他現在就說挑戰這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 那下一步其實就應該是要美國 就是像我們當年在在聯合國的時候 爭打這個中國代表權案的時候 他就要提出案子來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說尼加拉瓜剛好就是一個 剛好就是一個台灣 就是在一個民進黨 他在執政的情形之下 他沒有透過一個雙方 在外交和兩岸上面的默契 使得尼加拉瓜的副議長 他們就在這邊採取了這樣的策略 我們民進黨政府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在於是說大陸已經把手 升到我們的這個國際組織上面來的 假設這個明年還是賴清德這個當選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一種狀況就是說他不但是在我們的邦交國上面這個下手 在我們這些有限參與的國際組織裡面也都下手的話 台灣還剩下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國際人格的地位 這第一個第二個這個柯文哲今天講這個話說什麼就算沒有人承認呢 我們也要勇敢的存活下去當做一個民粹的語言啊來去這個哄哄這個老百姓啊我覺得看起來是很爽啦 可是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完全不及格 顯然呢這個賴顯然這個柯文哲呢 他還沒有在兩岸跟外交政策上面呢 想到一個如何在兩岸這部分呢 維持我們的這個尊嚴 同時在這個外交上面呢又不要讓中國大陸呢被剃光頭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啊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外交的我們的邦交國的安全系數之重要性啊就在這裡 今天如果說賴清德當選他在明年的第一個任期內 我講的是明年第一個任期 第一個任期內大陸呢就是發了狠了 就是不管是叫停啊什麼的 通通跟我們都斷交了 然後賴清德因為在第一個任期任內嘛 他又不敢走這個法理台獨啊 因為他想要連任啊 你走法理台獨的話 這個中國大陸呢會打我們 那美國呢也不支持 那你怎麼樣 我們就完全我們既沒有辦法獨立 不能法理台獨 我們就是一個在國際人格上 沒有人承認的中華民國 這是很嚴重的啊 這個比這個比這個香港話還嚴重 因為香港香港是大陸的這個特別行政區嘛 那我們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什麼 我們現在呢還維持這個少數的幾個邦交國 到目前為止呢 每一年呢還在這個聯合國大會上面呢 幫這個中華民國發發聲啊 發出這種很微弱的聲音 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 到那一天沒有人幫你講話了 你到底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 所以說這個宜翔剛才講說什麼 我們正是 既然這個時候呢 要去挑戰2758號決議 請美國提案 擔心的就是說 因為在台灣民粹很厲害嘛 都不能示弱啦 譬如說原來所謂國民黨跟共產黨 跟就兩岸之間有九二共識 對不對 那大家就打個馬虎眼 當個通關女像阿里巴巴就過了 但也不要去深究了 那民進黨不行 說老共有承認一中各表嗎 老 北京你說 你有承認 台灣可以講中華民國 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你說 承不承認 你知道他這樣講 他說 亂講 沒有各表 只有一中 九二共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你逼他的 你要注意是你逼他 然後再回來罵他 你看看 他就是這樣嗎 我們就知道 他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怎麼能接受呢 結果就是這樣子嘛 好不好 現在就這樣 同樣的你去挑戰2758 美國國會他可以不負責 你亂挑戰一通啊 立刻就給你看 你加瓜提出來就是 根據2758就把你趕出去了 將來還有那麼多機構 可能都根據這個把你趕出去了 那美國能幫我們做什麼 美國能幫我們爭取什麼 什麼也爭取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